韩国人气女团Blackpink日前刚结束为期一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Bornpink 而私人与YG娱乐合约也即将到期 许约问题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对此,韩国资深媒体人李振浩在影片中表示 Blackpink许约最大关键就是Lisa 韩语圈营销大号博主李振浩 关于Blackpink的一番言论又把团队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前余季出身的YouTube博主 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人脉在明星舆论方面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他开设的YouTube频道演艺后同龄李振浩 经常曝光一些内幕消息 因准确度极高而经常被韩网报道 日前他更新了一则名为 1000亿让人起鸡皮疙瘩的Lisa身价 Blackpink完整体约走约远的理由的影片 引起了粉丝和网友们的高度关注 李振浩日前在影片中揭露Blackpink许约内幕 他坦言有许多经济公司都希望能与Blackpink签约 称有线报表示某位成员的父母正在和多位投资人洽谈 YG和他们的个人合约实际上基本不可能了 其中泰国更有公司提出500亿韩元约12亿台币酬劳 邀请Lisa加入 但Lisa目前的身价已超过500亿韩元 甚至高达1000亿韩元约23亿台币 然而对于YG娱乐而言 很难对一位成员下注一到200亿韩元的投资 因此YG再和Lisa签约是不太可能的 再加上自从Lisa登上风马秀后引起负评 KPOP却很在意形象包装 加上Lisa近日讨论热度相当高的风马秀表演 也让她在南韩市场少了不少粉丝 若续约的话 对未来发展也会有限制 尤其是对于相当注重艺人形象的YG娱乐来说 双方似乎不太可能再续约 且若Lisa和YG续约的话 即便她已在AX表明未来仍有出演风马秀的意愿 无论何时需要有人来填补空缺 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也很难再出演这样兴致的节目 最后李真豪也提到 YG目前比起个人续约 更希望他们签下团体合约 这样就能极由他们偶尔维持团体活动来挽救公司股价 并持续以团体身份创造商机 不过对于各方传闻 经纪公司至今保持官方回应 正在协商Blackpink续约尚未最终确认 当然最重要的是 李真豪还透露 站在YG立场来看 他们是全力投入到了BP的完整体活动上 成员们之间的关系大不如前 有些成员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之外 完全不会谈到自己的私事 从YG反感成员参加风马秀 到成员之间处了工作零交流 与前段时间风马秀上的故事冲突满满 在Lisa不顾大众舆论参加法国巴黎风马秀时 其他三个成员均到场支持 如果说是公司反对参加毁坏形象的活动 那么这样的到场就是个人情谊的展现 反过来说 如果是成员关系变差 只有工作上事情联系 那么这场大秀背后的操作手就一定有YG 所有的Blackpink的成员都作为特邀嘉宾前来支持 让人感受到这个组合成员们对彼此的支持和爱 他们愿意陪伴你去尝试新的事物 Lisa对风马秀非常喜欢 参演前曾多次观看正式演出 并和舞者们交流 成功接到邀请后 Lisa希望能演绎风马秀的经典曲目 所以她来巴黎之后一直在偷偷地进行排练 包括在Born Pink巡回演唱会巴黎场 她也没有停下来 而Lisa的队友Jsu和Rosa也亲临现场给予支持 Jsu和Rosa到场支持Lisa的风马秀首秀 而在座上的嘉宾中 LVMH三公子与一家人到场也不例外 现场观众入场后 手机都被要求存放在袋子里 禁止拍摄 所以对于第一场表演的评论 多数是口述 有观众表示 由于表演的尺度比较大 Jsu在观看时蒙住了眼镜 但她和Lisa在演出结束时起立鼓掌 并为Lisa欢呼 而Lisa在风马秀上的尺度 并未如其他舞者那样不留余地 只是穿着比基尼和内裤 最后戴上彩色假发 与其他人一起羡慕 这也令粉丝们放下了心头大食 而詹妮作为Blackpink的一员 没有和其他两位成员到场 确实被传出不合的绯闻 但是在Lisa第三场时 詹妮还是来了 当詹妮抵达风马秀时 粉丝们早早就聚集在现场 提前几个小时 人群已经急慢了街道 詹妮的到来 使得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粉丝们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尖叫声 尽管詹妮一直是Blackpink的一员 但她仍然保持着天真可爱的一面 当詹妮走出车子 她不禁红着脸害羞地抓住经纪人的手臂 生怕被人群击倒 这一幕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纷纷为她捏了一把汗 詹妮的羞涩与撒娇 让人忍不住为她捧腹大笑 体现了她真实而活泼的个性 作为Blackpink的队友 当Lisa出现时 詹妮表现出了更大的兴奋 Lisa一出场 立即引发了粉丝们的声嘶力竭的尖叫声 现场的氛围瞬间达到高潮 詹妮见到Lisa的反应非常激动 她立即朝Lisa扑了过去 并展开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拥抱 粉丝们看到两位成员之间的亲密互动 也纷纷为她们的友谊点赞 Blackpink作为韩国娱乐圈中 备受瞩目的女子团体 其成员们之间 一直保持着解密的友情和互相尊重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私下里 她们总是以团结友爱的态度 展现给粉丝们 因此 这次Blackpink成员们顶住压力 全程支持Lisa的表演也并不让人意外 她们一直以来都是相互扶持的伙伴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她们都会给予彼此最真挚的爱与支持 而此次Lisa的风马秀表演 也被认为是她自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相信Blackpink的其他成员对于这个表演的期待和重视 将会给Lisa带来无穷的力量和鼓励 当然这夜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出成员不和 作为党红的偶像组合 Blackpink不和的消息也曾甚嚣沉上 不少人表示她们只是舞台姐妹 实则貌合神离 首先是Jesu和Jenny 在一次电视直播中 Jesu给正在接受采访的Jenny一个超大白眼 这一幕被细心的网友截图下来 成了Blackpink成员不和的证据 虽然这一小动作看似无心 但是作为Blackpink女团中最具人气的两位成员 他俩发出这样的讯号 难免让人怀疑组合内部的团结 因此各种批评 志则在节目播出后分支塌来 部分网友觉得这个组合没有团魂 Lisa与Jenny这对小姐妹也常被质疑假姐妹 在2019年Jenny霸凌队友登微博热搜 更有网友整理她公开欺负泰国成员Lisa的影片 令粉丝分成两派引起骂战 其中有一幕 Jenny在一次直播中向粉丝询问 赠送Lisa什么生日礼物 但又自问自答 称想掌握Lisa一巴掌 不过后续又补充到只是开玩笑 此外还有粉丝针对Jenny在此前solo一曲中的服饰表达不满 原因是眼尖的粉丝发现 Jenny新歌表演是后面的舞者 竟然穿着同团Lisa曾穿过的打歌服 网友讽刺到原本Blackpink表演师 往往都会把最出众的衣服给Jenny穿 反正不管怎样 其他人都像Jenny的舞者 其实女团人一多难免有不平 不公甚至不合的传言出现 这很常见 毕竟一方面成员因为形成原因 几乎24小时都粘在一起 偶尔有一点小摩擦在争长不过 并且成员的部分言行被网友无限放大 本可能是玩笑也最后落成负面的证据 Blackpink一直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亲亲抱抱团 这种亲亲抱抱的亲密与甜蜜 可不是敌人能够时刻装出来的 以Lisa与Jenny为例 这对成员都堪称团体的门面担当与颜值代表 Jenny堪称行走的时尚与潮流的引领者 Lisa兼具混血的气质与高辨识度 胭脂赛高的两位美女的亲亲更是让人感到美好 而她们也是经常亲亲的好姐妹 好闺蜜 可不仅仅只是在这次舞台上 经常关注Blackpink的人 必然可以发现她们俩人经常黏在一起 又如好姊妹般的互相扶持 无论是在节目或演唱会中 都不时见到她二人揽头蓝颈的画面 因此对于Jenny掌国Lisa 更多只是女孩子之间言语的玩笑 而不可能是实际行动 她们四人有练习生使妻器生活 深厚感情是她们能玩笑自如的基础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不管这次团队的续约结果如何 成员之间的感情是这一切不变的基础 让这次距离持续线结果 曾经至今正中跟这次距离